另外一頭你看到這個伊朗媒體報導 伊朗的議長 這個人呢 他以前是空軍 飛行員出身 很勇敢 在這個當下 自己開著飛機 開到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去訪問 要挑戰以色列的威脅 大家都在講 他怎麼能夠平安落地 他為什麼沒有被打掉呢 當然過程當中 應該是通報了美國等等之類 所以今天稍後你會看到那個影片 當然對他個人來講 也是很好的宣傳機會 所以從駕駛艙一路拍 什麼都不怕 就這樣自己開著飛機 開到了貝魯特裡面 這也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 還有大陸外交部公布了一個訊息 王毅在一個小時之內 先是應以色列外長的應約 所以是以色列打電話來 打電話來之後 王毅接了不到一個小時 他又跟伊朗外長通了電話 所以伊朗外長 以色列外長 都跟中國大陸通了電話 特別是以色列外長 有事要找王毅 什麼事情啊 我都想請問一下 剩下一點時間 我讓委員把李強一起講調 因為李強到越南去訪問 在這裡東盟之後 到了越南簽署了十項協議 中間雙方是有一些關係上的矛盾了 你就看到十項協議裡面 包括農業合作 二維碼的支付 另外也談了跨境鐵路的連接 之前有消息說跟東盟各國都講了鐵路 就是獨都跳過越南 但是看到十項協議裡面是有這個項目 當然越方要合作 也必須要重申奉行一中政策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現在中國大陸跟全世界各國的對接簽署 一定是有這段 所以委員先來講一下中東 中東現在的戰況 以色列不可能說只有你能夠打別人 別人不能打你 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 如果以色列還幻想說 我可以把別人橫掃千軍 我自己豪華無損 那個時代已經過了嘛 互相之間打來打去 基本上以色列打的不是一個國家 打的是一個政黨 打的是一個準遊擊隊的組織 但是以色列是至於迎面 我們不可否認 所以你不管真主黨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是犧牲慘重 那你以色列一百多個人 看起來好像很慘 事實上對比一下 你打人的數字是不成比例嘛 不成比例 所以這個吃糕點都會掉芝麻 對 以色列受這點小傷 就哀哀叫 不像話對不對 那如果是真的以色列的 參謀總長被KO掉的話 那也是一個英雄啊 就像那個真主黨 很多人被以色列KO掉 也是英雄啊 因為戰士在戰場上面 是要視死如歸嘛 這是一個基本條件 不管你當什麼戰士 那你現在參謀總長如果 真的是被這個定點清除的話 那我認為這個以色列的報復行動 就在政治上要被迫升級 被迫升級到底是會如何不知道 但是以色列外長找王毅 為什麼 為什麼不找美國通話 因為美國沒辦法跟伊朗通話 為什麼不找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沒空管你啊 所以以色列打電話給王毅 確定王毅是可信賴的對象 一定說我有什麼事 麻煩你跟伊朗提一下 然後王毅就接著打電話給伊朗 對 這個就表示中國現在站在一個 非常有力的戰略位置 以色列信賴他 我講兩句話 你不可以給我加油添醋啊 這至極馬的條件 是夠信賴 然後伊朗從王毅口中 可以得知的訊息 也覺得他是精準表達 這種所謂的傳遞訊息 又扮勸解的角色 妄知全世界只剩下中國啊 而且我覺得王毅的效率之高 一個小時之內 先接了以色列電話 現在中國的外交能量已經是 王毅要找誰誰都找得到啊 不會說什麼拒接啦 或者沒空啦 不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這個是中國國力上升以後 很自然的一個現象嘛 何況對兩國來講 雖然有時候 你看中國在聯合國裡面 大概只有中國駐聯合國大 講話比較重一點而已 其他的 王毅對以色列的講話 有沒有很重 沒有 王毅是一個很有涵養的人 講話的分寸拿捏得很好 角色扮演得很好 就是維持一個跟以色列的最後的淫面嘛 那以色列這是有求王毅嘛 那王毅也是照實辦 當然王毅一定也會想辦法說 雙方面稍微協調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畢竟是好事啦 至於李強去越南訪問嘛 這個越南現在就是三心惡意吧 他三心惡意那反正就是 所以現在心有定一點嘛 對 李強他有自己的戰略定律嘛 反正就看你看著辦啊 中國又沒有有求於你對不對 是你有求於中國 你說鐵路不給中國蓋 那也無所謂啊 你找日本啊 那日本價錢很貴啊 那條件你自己想的 以前給他蓋光規劃時間拖了20年啊 那你還要嗎 人家已經快要蓋延伸線了 所以這個貨比三家不吃虧 但是問題是人比人就會氣死人 那你就越南自己看著辦 你以前嫌中國的鐵路這裡不好 那你不好 那你現在要開始要準備 要跨境鐵路連線 你不管是跟中國的邊境 哪個城市連線 你總是要連線的嘛 因為你對中國來講 越南對中國是基本上是逆差 那為什麼 因為它需要中國的原物料 然後需要中國的資金 在那邊蓋工廠 那從那邊賣到美國去 對中國的好處就是說 避免一些地緣政治的問題 對越南的好處是說 我可以因此經濟成長率 可以拉得比較高 那對美國的好處就是說 好吧你洗產地 我都裝作沒看到 這個就是經濟突破 地緣政治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管道跟現象 不過以色列 一定會打伊朗 如果說真的答應說 不打核武核設施 不打石油設施 只打軍事設施 然後伊朗多多少少回應一下 所以美國趕快找這個薩德系統 去幫忙攔截一下 伊朗的導彈 這個應該這麼說 美國的薩德不是去攔截什麼 什麼巴勒斯坦啊 什麼珍珠黨 他一定是攔截的就是 伊朗的導彈 上次伊朗導彈給以色列 抹了一把臉 雖然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沒有伊朗所宣傳的 那麼大的傷害 但基本上 也打破了以色列 防空系統的神話 好 我跟大家補一下 在里牆抵達之前 大家知道之前在海上有個糾紛 越南控訴越南的漁民 被大陸海警打斷了手 骨折 什麼漁具都被搶走 那語氣非常的嚴峻 但在這一次 雙方簽了聯合聲明當中 都看到要妥善管控分歧 所以看起來是談成了 談到條件應該還不差 所以越南同意管控分歧 這個事情看起來就不再說了 讓太離陸 要延常 完全也買了 嬌 是 此長 brows